天官赐福第二季开播,可惜是环大陆播出,也就是除了国内都能看到,这时候就不得不提到真人版的《极星高照》了。 虽然早已开机,但是电视剧迟迟不能上映,网上还骂声一片《极星高照》到底能不能延续陈情令的火热呢? 点击开启订阅小铃铛,这里有娱乐圈最新鲜热乎的讯息。 《极星高照》经过走离人群、热搜、护思等各种操作,最终确定了主角人选,张灵鹤饰演《花城》,翟肖文饰演谢连,消息传出时,恐怕只有两位主演的粉丝开心。 原著粉和漫画粉都说表示,真人悔动吗? 2021年7月26日,《极星高照》正式开机,翟肖文和张灵鹤也带装来到开机现场,《花城》和谢连的造型第一次走向世界,立刻引起了网友的热议。 或许是期待太高,直播照片一曝光,就被吐槽淹没了,有网友言简一概,一个丑字概括了一切,有网友经过一番分析后还是求放手。 总的来说,这种造型给有期待的观众泼了一盆冷水,让本来不乐观的剧更惨。 从照片来看,两位主演都是高马尾。 细节也参考了漫画,尤其是《花城额头前的碎刘海》和《谢连头部两侧的胡须》,至今仍高度还原, 这个锅恐怕不能扔给造型师。 再看看衣服,《花城》和《谢连》是红白相间的,非常有效,漫画里的形状都在,可以直接抄作业。 但是路透的衣服,好像是不知从哪里撕来的布,很便宜,这是一个灾难级别。 是不是主角价值不足导致的? 我们先来看看张灵鹤,一出道就和陈瑶拍过《少女大人》的拍档,之后也拍了几部小成本的网络剧,无一例外。 张灵鹤都是正经男人一号。 在《苍蓝绝》中,她也获得了很棒的角色,她饰演的长恒仙君人气完全不输给东方青苍,身穿一袭白衣,斯文温情的模样也让她收获不少粉丝。 剧中暗恋着小兰花的长恒仙君,不知道彼此其实是两情相悦,却默默为她练仙丹,在小兰花看不到的地方处处为她考虑。 然而女思情始终比不过长恒,必须守护水云天的重责大任,这段深情却注定无缘的缘分也让观众看得超揪心。 而这张照片也被网友们评为神图,简直不要太好看,仔细再看她那张脸。 不仅轮廓分明,而且像极了漫画脸,在方看齐之前的照片,简直就是斯曼南本蓝。 由此,就有不少网友联想到了,偷偷藏不住李的桑眼,与漫画形象放在一起,适配度极高。 再看看她饰演狐妖小红娘的狐伪生,造型简约而不简单,看似蚂蚁质感的外套,实则另有乾坤。 侧颜路透照,不仅能看到小哥哥精致的侧颜,还有纤细的腰身,这轻盈扬眼的身材状态,不愧是天选古偶男神。 哪怕在对脸拍的路透图下,张灵鹤的颜值依旧令人惊艳,在饭拍镜头下她不仅五官极为立体。 邪飞入变的眉毛更是抢眼,在人潮汹涌的背景下,有种一世独立的美,来一个Wink小动作,更是萌化了粉丝的心。 去年还因出演《极星高照》被骂的张灵鹤,今年口碑却直接反转了。 所以,极星高照被骂,到底该谁背锅?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男主,翟萧文,相比张灵鹤,翟萧文就比较惨了,本来口碑很好,结果出演《极星高照》的消息一发出,立马被网友群抄,资源也大不如从前。 翟萧文是前男团成员,在组合中是帅哥,但古装造型却是爱斗的一面镜子。 而翟萧文这次依旧没有坚持住,要知道,原著中描述的《花城》和《谢连》都是不朽的,真人和小说虽然肯定有差距,但是差距有点大。 要知道,前有陈情令,带火王一博肖战,后有山河令,带火龚俊和张哲瀚,题材变得电视剧早已成为娱乐圈的财富密码。 各行各业的演员都抛开修庆,寻求下海之路,渴望通过表演一场长期的改革,一夜崛起。 可以说,它是一个渴望改变世界的金子招牌,演的时候都能赚到,更别说是主角了,就算它是配角,谁不想奋一杯羹。 这么大一块肥肉,网友们都以为,必定会汇集一众流量,以超大投资,超强班底来打造一部暴剧,但前期一团乱的选角过程,已经消耗了大部分观众的耐心,许多网友甚至表示,天官赐福,已经被溜成烂饼了。 有关翟萧文的咨询,网上几乎寥寥无几,只有恋情曝光。 2023年2月24日,前WISE男团成员翟萧文和女友牵手同行被派,导致恋情曝光。 有网友猜测,女方是知名演员周宇彤,而媒体也透露,他们的车确实是开到了周宇彤所在的小区。 火眼金睛的网友们开始考古两人的恋情,在周宇彤家的冰箱街上,发现了周宇彤和翟萧文在综艺上的合影。 周宇彤还将其他成员都裁掉,只剩下他们两个。 周宇彤说这是自己费尽心思打造的冰箱贴,和翟萧文的照片就摆在最中间显眼的位置,和圆图像比较,姿势衣服和手里的手机确实是完全相同的照片。 有网友表示,去年和朋友去成都欢乐谷,就看见一个短头发女生下车帮翟萧文拿衣服,那个女生长得就特别像周宇彤。 另一位媒体也实锤了两人之间的恋情。 表示在去年四月份的时候就有知情人透露两人已经恋爱,还让媒体去拍一台他们恋情的证据。 从四月份一直到九月份,该知情人非常肯定,两个人还在恋爱,如今看来一切都有技可学,而且两人的感情已经持续超过一年。 翟萧文是出生于1999年的小年轻偶像,曾在2019年参加《创造营2019》正式出道,以第六名的成绩正式加入Rise出道,2021年正式解散。 这些年,该团成员他房无数,本以为翟萧文会是唯一一个努力搞事业。 没想到还是被曝光了恋情,年轻人谈恋爱无所谓,只是可惜了那些女友粉,想必看到这个消息,很相当认惊的,自己哥哥怎么就巧默默谈恋爱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翟萧文曾在综艺节目中直言,谈恋爱完全不考虑,自己的心思全都在事业上,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。 翟萧文从男团解散之后,开始走上了演员的道路,其中,你微笑时很美,就是翟萧文的代表作,更有待播剧,极星高涨。 而翟萧文在拍戏的过程中,也多次被曝光恋情,在去年年底的时候。 翟萧文就被扒出,和助续丹疑似音系生情,使用同款手机壳。 助续丹也在翟萧文生日的时候,卡点发文送祝福,二人的结识是因为古装填宠剧,了不起的曹萱萱。 两人担任男女主,在剧中有很多亲密戏,不少网友被两人的片场花絮给填到了,纷纷大呼,呸一脸。 该举杀青之后,两人被巴使用同款手机壳。 另外,助续丹也曾在10月23日的5点28分发了一条动态。 而巧的是,翟萧文就是5月28日生日,一次按戳戳送祝福,不过随即,翟萧文的粉丝否认了恋情。 称手机壳是先后不同时间内使用的,而且品牌不同,生日祝福更是无稽之谈。 时间在往前倒退,Rice刚出道一周的时候,翟萧文就被曝出和湛姐谈恋爱, 并且惨遭湛姐脱粉回彩,并且晒出了两人的聊天记录。 聊天记录中,翟萧文让湛姐不要做说不喜欢自己的话了,还说再说我就生气了。 聊天记录曝光后,网友纷纷表示好甜,就是正常情侣谈恋爱而闹别扭,互相吵架。 出道几年的时间里,翟萧文数次被爆出谈恋爱,之前的不够实锤。 这一次,视频中和女生牵手相当清晰。 谈恋爱算是被盖章了,不过年轻演员谈恋爱无可厚非,只要粉丝买账就好,就看翟萧文会不会承认恋情了。 你们怎么看张灵鹤和翟萧文主演的《急性高照》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